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选举之夜的演讲中向加州选民表示感谢 同时承诺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 将继续向地方政府施压 要求其建造更多的住房 并对无家可归的危机做出更有利的回应 目前在洛杉矶市长的竞选方面 商人Rick Caruso和众议员Karen Bass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昨晚的中期选举开票之后 预想中的红色浪潮并未袭来 国会控制权之争 仍选而未决 参议院将进入三场关键竞选 共和党人从佛罗里达州的大胜打响了势头 州长德桑蒂斯压倒性获胜 而且赢得了大量原本支持民主党的拉丁裔选民 外界认为 这甚至可以作为德桑蒂斯竞选2024年总统的跳板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民主党人重新夺回了阵地 在宾夕法尼亚州 民主党副州长约翰费特曼击败共和党人穆罕默德奥兹 拿下了极为重要的一个摇摆州 目前尚未结束 点票的分别是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和乔治亚州 共和党人现在需要赢的这三个中的两个才能获得多数席位 旧金山消息 眼书母公司Meta执行长扎克伯格今天在公开信中 确认了整体裁员的规模 裁员人数位员工总数的13% 总数达到1万1千人 公司还将把冻结招聘的期限延长到明年第一季度 根据Meta今年9月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 Meta的员工人数超过8万7千人 Meta本次裁员是公司历史上裁员规模最大的一次 扎克伯格今天早上给员工发送电子邮件 告知他们公司裁员的事情 并承认了公司走到这一步 他要对此负责 关于裁员的具体细节方面 扎克伯格表示 员工将获得16周的基本工资遣散费 并在此基础上 工作每满一年额外获得两周的基本工资 公司将为员工及家人额外支付6个月的医疗保险费用 被裁员工的限制性股票将于本月15日支付 布鲁塞尔消息 欧盟委员会今天建议 2023年全年向乌克兰分期提供总额180亿欧元的宏观金融贷款 这笔贷款将主要用于乌克兰维持公共支出 维护和修复电力 交通等重要基础设施 推行政治 司法方面 结构性改革和加快与欧盟的融合等 这笔贷款的还款期限为35年 在贷款发放10年后 即自2033年起开始分期归还本金 贷款利息则由欧盟从公共预算中支付 这笔贷款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审议批准